哈囉 大家好 我是阿丹 我是美樂 那我們現在來到九份啦 那我們這個週末呢 就是會住一個民宿 然後還有吃一些 最近在網路上找到的一些 咖啡店或是景點 然後明天我們早上會到 吳彥亭那邊去騎腳踏車 那因為呢 我們平常來到九份這邊啊 都是來這邊一天 然後就回台北 這一次呢 我們就想說 我們來這邊呢 住一個一個晚上來看一下 這邊有什麼樣特別 我們平常看不到的樣子吧 好 那我們一起去吧 GO 我來到九份的中餐吃這個 九份老麵店 我們早午看是這個 牛肉麵店 他這間已經開了六十多元 然後他主要就是一個麵店 有乾麵 牛肉麵啊 小吃啊 他這牛肉麵很好吃耶 所以湯有一個藥膳的味道對不對 然後肉他是用那種半清半肉的那種 這種肉 很好吃 很軟 好吃 然後剛剛老闆講說這個湯還可以再煎 嗯 讚喔 好了 我們現在吃飽了 我們現在來這間咖啡店 然後他這間咖啡店的咖啡室是有得獎的 然後他這間只有開到六點 所以我們就先趕快過來 對 一進來的感覺 剛剛一進來的夜店 呵呵 一進來就有一種精品感 不要抹茶 抹茶 超熱熱的 嗯 熱的 大花冠軍是你嗎 對 那是我們的創辦的 喔喔 他是你拉的也很厲害耶 我們的咖啡室都是他製造出來的 喔喔 你喝這什麼黑色的啊 竹炭啊 嗯 喝到我點這個抹茶牛奶 喔 就是抹茶 但他的拉花力很漂亮 他這個咖啡店有提供外帶 然後他裡面這裡是有一區的裝置藝術空間 然後有一個桌子可以站在這邊喝咖啡 然後我們現在在裡面喝的話 他是沒有蓋子 然後如果說我們要帶走的話 他也給我們蓋子把它蓋著 那我們這次訂的是這一間九份三樓 連續都在離九份老街 這裡只要五分鐘的日程 從那邊 從那邊這樣子走上去 就可以走到九份老街了 那在九份這邊啊 其實最近也新開了非常多一間 已經翻新翻修過頭的民宿了 現在都改得非常漂亮 我們這間是雙人房有浴缸的 然後我們訂這樣子是4600 他一進門這裡帶了一個大床 Queen Size 然後他這裡有貝皮 還有餅乾啊 剛好我肚子餓了 然後有兩罐飲料 送很多吃的 哇!還有泡麵 還有泡麵 怕我們餓到 所以今天晚餐就是吃這個泡麵 餅乾等下就可以吃餅乾 然後他咖啡 那有綠瓜包 喔!他這個咖啡是他們自己的耶 裝潢的很不錯 很像是自己家的房間一樣 很像是自己家的房間 喔!他這也不錯耶 他剛才就有說啦 他們這邊是搭配兩個 哇!好漂亮喔 這裡就是有一個洗手台 配上洗手台很好耶 嗯 不用搶 然後他再也就是有 白神的出風 馬桶 喔!馬桶可惜了 不是那種綿式馬桶 然後再來就是他們的浴室 他這裡呢 一個玻璃 嗯! 哇! 哇! 這種浴室不錯 這不過也沒個拉鈴 他有說他這裡就是沒有綠 所以他這裡泡島是看著外面的車道那樣嘛 就是有綠綠的梳理 但是不錯耶 他這邊就沒有拉起來泡到上面 可是這種浴缸真的是好漂亮 拉起來 而且他從小這裡很大耶 嗯 而且他們現在都是流行有黑色系的 這裡可以睡三個人耶 這裡可以睡兩個人 這裡可以睡一個人 這裡可以睡一個人 嗨! 美樂現在在房間裡面泡澡 然後我肚子餓 所以我決定我要走上去 九份老街 我要去買護理長乳櫃 好吃的東西 ㄟ 剛才我們喝的那間咖啡廳就在這裡 從我們住的地方走上來 接下來就到了 嗨! 好多人 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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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來了 嗨! 我買了 大家看我買了什麼 你買了 芋圓、蘆蕾、草花櫃 啊!對! 還有草花櫃 跟草花櫃 我們晚餐決定來吃這個阿妹茶樓 九份最熱門的打卡店 好多苦待的話 嗯 這邊請來個邊的位置喔 謝謝 然後它這邊的餐點啊 有像這一種的套餐 個人套餐 然後或者是你要喝飲料 它是喝飲料 或者是茶、酒啊 都有 它可以有一本主要的菜單 然後如果是 像是下午的時間 蠻適合來這邊喝茶的 它也有這種茶的Sat 我們點了一個個人炒彈 牛腩飯 再加上幾份飲料 桂花茶 兩百八 兩百塊 那桂花茶還有 甜點 蠻普通的 嗯 飯很低 這裡就是吃粒啊 嗯 可是剛剛我們點蝦飲 像颱風天一樣 蛇 秋風天一樣 我點蝦飲料 我點蝦飲料 我要按蝦飲料 我點蝦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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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安 我們現在要去騎腳踏車了 我們現在要從我們住的民宿這邊 九分三五這邊 然後騎上Pretting 然後我剛剛看 大概只要騎個30分鐘左右 就可以到了 那我們要先去Seven 買一點早餐去 還好嗎? 還好 呵呵 還沒吃早餐好餓吧 嗯 欸 有view耶 有看耶 魚過天晴的view 我們昨天晚上就在考量說 沒看到這些最貴的東西 登登 我在Seven的前面吃這個早餐 Seven的早餐 就跟這裡好像沒有什麼早餐店 還要這裡如果說民宿沒有附早餐的話 可能就是這個選舉 不然就是偶爾龜票這種的 到了 到了啦 我們走這間是不是 美金光那個寂寞公路 就在前面 你騎下去再騎上來就是 下次再騎 那個畫面嘛對不對 對 下次再騎那個 上去看看 我們去看 九分他住個山城 每個人的家都住在山坡上 只要爬上這個每一個小樓梯上去 都是通到九分老街 那我們剛騎完車回來之後 我們現在要去找 午餐吃 我們最後來九分老街 這邊是午餐 然後我們來這間張吉 午餐店 他這邊這邊有麵啊 午餐啊 然後油雞啊 午餐等等這種 我們剛買一下 是旁邊的一間 有美玉咖啡店 因為他的時候 我們要吃個中菜 還是下午茶那種 這個應該是這間 嗯 那其實九分呢 也還蠻多一間 新開的漂亮的店 那我們一樣 我們會把它列在我們下面 讓大家如果有來 有興趣的話可以去參考 好吃飯 嗯 我們都下午茶店 對 都下午茶店 對 正餐才吃這個 他這個魚丸 蠻好吃的一碗 而且他這個有包料 那你剛才還沒點 我們剛才還沒有點這個魚丸 湯 然後我在去結帳的實路上 就看到每個人裝都一碗 所以就跟他再點一碗 蠻好 好啦 我們要回台北啦 那這次我們來到九分 住了兩片宴 你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我們住的民宿 它是很漂亮 而且它裡面的裝潢啊 用的配色什麼 都是蠻有美感的 就是可以看得出老闆的美感 可是他有幾個需要改進的地方 像是廁所沒有門啊 或者是免字馬桶這個 對 然後因為這附近的 吃的東西真的不多 我終於懂老闆 為什麼要在房間裡面放泡麵呢 那來到這裡啊 如果說要吃飽的話呢 我覺得可以到他們的老街上面 去吃他們的小吃 像是我們有吃到牛肉麵啊 然後還有我們這次吃的魚丸湯 其實都不錯 那如果說 有那個時間可以做起來 慢慢看的話 我們就可以去挑他們的一些 像是很漂亮 像最近才剛新狀況好那些咖啡廳 但價錢呢 就是相對高一點這樣子 然後我覺得這裡的風景 真的很漂亮 要不是因為昨天天氣真的不好 我真的覺得這邊的風景 真的是超美的 然後我們今天早上去騎 那個補宴廳 也是超漂亮的 嗯 希望下一次呢 有機會我們可以 完整的來騎一趟 最好的一切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邊啦 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按讚、分享、訂閱 開啟小鈴鐺囉 掰掰